在鑰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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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忘記帶鑰匙出門的雨柔 特地在金魚人那邊 放一把備用的鑰匙 嘿嘿 雨柔 你一定沒有想到金魚人 會偷偷地把鑰匙借給他們吧 一進門就是一整面的鞋櫃 還有一隻拐杖 真的腳受傷啊 聽說他們雨柔 是跟兩位男模一起分租一層樓 那趕快去瞧瞧他們雨柔的睡像吧 你們死了在幹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走錯綁肩了 不好意思 竟然走錯房間了 好像差點要被揍啊 左右還各一間 到底是哪一間啊 拚了啦 這個背景看起來好像雨柔 好Ocean的床 床上這件白白的東西 該不會是浴袍吧 難道他們雨柔洗完澡 就直接睡覺了嗎 床前的櫃子上面 擺了一張乍看 以為是楊成林的照片 也太不像了吧 你該不會偷偷去弄過啊 床旁邊則擺了兩隻手機 你聲音做很大的 雨柔 習慣晚睡的雨柔 現在應該是她最熟睡的之後 連我們前入房間 偷拍她都不知道 看來是時候該叫她起床了 叫了這麼多聲還繼續睡 看來前天真的很累喔 雨柔天亮喔 起床囉 我們是康熙來了 起床跟鏡頭打個招呼 快點 雨柔你也太配合了吧 還真的跟鏡頭打招呼 還算你很敬業 饒了你吧 但是起床素顏的模樣 還是要看一下 早安啊 雨柔你好 太醜了 還OK啦 沒有小優醜 就不得了你睡覺 我們先走了喔 什麼東西 拜拜 拜拜 好變態的單元喔 而且為什麼我中間 等一下 我們怎麼跑出一個房間 我還要我室友耶 那個是我室友 那是我室友 聽說米可白因為前一天有事 忙到早上一整晚沒有睡 現在正在睡覺補面中 他一定沒有想到 咱們會先來偷拍呢 餐桌旁邊是個小廚房 忙到連垃圾都沒有空丟 好辛苦呢 旁邊的櫃子上面一眼望去 就可以看到全部擺滿滿的 平平觀觀的要還有不平 錢要賺 身體也是要顧呢 櫃子旁邊有一間看似臥房的門 米可白應該是睡在裡面了吧 竟然只有雜物間而已 那米可白到底要睡在哪裡呢 網裡面也只看到客廳和小書房 根本就沒有看到別的房間啊 難道米可白的家 有什麼機關嗎 但是經過咱們子線搜尋之後 原來的臥房是隱藏在電視牆後面 好神奇啊 難道這臥房裡面有黃金之類的寶藏嗎 看來米可白真的是累壞了 瞧他睡得這麼熟的樣子 都沒有察覺我們進到房間裡面 還抱著一個小被子 真是讓人忍不住想要把它 叫起床 米可白 早安 嗨 早安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鏡頭說的 沒有 看米可白被叫醒 笑得這麼僵的樣子 應該有點不爽被吵醒喔 我們還是趕快閃吧 不好意思 打搶你撫眠啦 你還是比小優好看一點 差不多囉 差不多囉 肌肉怎麼綁起來吧 就不知道 笑起來這邊肌肉很大 我可以喔 今天要來突襲 嚴厲婷的睡覺的樣子 為了工作人員的生命安全 先來聽聽看 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它是有一點起床的 會生氣管 然後是起床氣管 那你們自己好自為自己 好 什麼會有起床機 欸 志豐哥哥 可以先幫我們報個警嗎 再來咱們看到門口的人行李牌 我想應該是嚴厲婷 拿來設備標用的吧 接著咱們靜悄悄的 進來他的房間 一進了房間 我們聽到小朋友的聲音 哇 原來是傳說中的孩子房啊 不過 以這個體格來說 這位小朋友 你今天不用上課嗎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嚴厲婷的睡相 真的看不到臉 比較可愛 雖然睡相還算幾格 不過小孩叫這麼大聲 還聽不到 這樣子好嗎 嚴厲婷 嚴厲婷 我們是扛起來了 怎麼進來的 你老公幫我們開門的 真的欠 我素顏 看來你老公說得不太對 你不是只有一點點起床器 而是很大的起床戒 你沒拿東西砸砸滿 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你很欠 真的很欠 我說嚴老大 冤有頭載有主 有事情找這位先生 千萬別找我們 而且你起床的樣子 也是比小優好看 好醜喔 你反應很快耶 而且他把我為母責搶 他把他兒子當成什麼東西 在那邊這樣 我現在不像一個嬰兒啊 現在要突襲的 應該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宅男女神 林采迪的閨房 怎麼一打開 就有一種香香的氣味飄出來 難道這是宅男女神的味道嗎 嗯 而客廳中最讓人注意的 就是白虎面紙盒 還有虎頭包包 有沒有這麼愛老虎啊 再來咱們去看林采迪的睡衣咯 不不不 是睡相咯 哇塞 感覺睡得相當香甜呢 瞧這雙腿還有這睡姿 啊 相當有人啊 連睡著的樣子都比小優漂亮 就不愧是宅男女神啊 而床邊則是擺著洗衣籃 讓人忍不住想一一探究竟 但是咱們鏡頭不能再進去了 要不然就會看到不該看到東西咯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乖 又到了叫他起床的時間了 聽說咱們林采迪一睡覺就叫不醒 看來似乎是真的啊 采迪一起床咯 我們不是晚人 您不用擔心啊 妳不用擔心啊 我好受癮 而且我明天沒穿 快點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沒錯 早 早安 早啊 林采迪小姐 您今天上節目 趕快跟鏡頭揮揮手 好了 不用好了 很漂亮不用擔心啊 那我們先走了 咱們剛才看的都看到了 說實話 順必小優好看200倍啊 她是電視劇的反應耶 她剛才說出很經典的那劇對白 你們是誰 她有配那個扎妹子的動作啊 對 妳要配來這輩子王啊 妳是怎麼會演出 這麼老派的戲嘛 因為我就嚇到 因為會以為是壞人 妳剛那段都演的吧 怎麼可能有人會這樣 因為妳過身間別人闖見 妳真的會以為是壞人 妳以為是壞人 對啊 但就算是壞人 妳這樣反應也不對啊 以為是誰 以為是妳嗎 妳說以為是誰 可能我家人之類的 妳會對妳家人說妳們是誰 後來就起來就看到燈了 就不可能是我家人了 這根本就很像 那種抗日電影裡面的 然後下一幕就是 你們有看到她的角度嗎 完美的那個藍色蜘蛛紋 你們好 歡迎 既上市化妝事件之後 小優媽又再次出賣小優 替咱們來開門 我說小優媽 明真是好樣的呢 那小優房間在哪 她現在在睡對不對 對對 我幫妳們請 小優媽幫我們開路 要來去小優的房間了 看不出來小優的房間 其實還挺乾淨的呢 床頭櫃上面擺了自己的照片 來避邪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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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裝飾 來看一下她的衣� 好拉 抓到把柄了齁 原來都是直接塞到衣櫃裡面 看看這房間裡面各個角落 居然都放滿了零食 好吧 原來這乾淨只是個假象呢 還是先來看看 這麼小優的睡相怎麼好了 看看這個白白胖胖的腿 還有這個屁股 怎麼有人睡覺身體會如此扭曲呢 看她熟睡的臉 還真想把臉打馬賽克 不想叫她起床呢 然後起床了喔 睡覺的臉 睡覺就睡覺嘴巴還張得這麼開 我的老天爺啊 果然是最醜的吧 天亮了喔 起床了 嗨唷小優嗓 誰啊 我們康熙啊 早安 媽媽 這個時候你叫媽媽也沒用啦 我們一看到你也想叫媽媽呢 媽 什麼 你出賣我 太早了啦 你們不要這樣啊 可以了 怎麼可以打攝影機呢 可以了 用壞妳要陪呢 我們鏡頭也沒壞就好不錯了 好啦不吵妳了 我們要趕快走 太可怕了 你剛叫你媽的時候 你媽看一下妳之後就倒退離開現場 倒退離開 沒有 要多說什麼 請問我們叫妳之後 妳好像有一刻繼續睡 嘴巴張開那個是 那時候還沒醒 那時候還在睡 定格那個還好 真的啊 我們定格那個畫面還好 沒有 我想像這樣醜耶 其實妳平常就是那樣 對 對 這落體不太大 沒有像他們講得這麼誇張啊 真的嗎 對 我覺得還... 我怎麼有點難過 OK啦 所以生活中該有的樣子 而且妳看我媽她剛... 剛才是在主持外景節目嗎 來 裡面呢 媽媽還好可愛 你媽媽很熱情耶 我媽很搶鏡耶 媽好可愛 這一次我們偷偷聯絡到 有有羅姊家跟鑰匙的好姐妹 來幫咱們開門 來到底我們有沒有辦法 順利看到羅姊睡覺的樣子 而不會發現啊 羅姊說她現在都是看電視 看到自然睡著 難道就是年紀有點長的症狀嗎 但是看到羅姊 緊實又光滑了皮膚 哇 看來歲月 似乎沒有在她身上 留下任何的痕跡 而且羅姊說啊 她睡覺一定要握著這條小毛巾 要不然可能會睡不著呢 為了不被羅姊發現 咱們來拓拍她睡覺 也沒人敢邀請她啦 我們還是趕快離開吧 羅姊要怪就怪妳的好姐妹喔 妳的家人家也不介紹我的羅姊 妳的家人家也不介紹我的羅姊 妳的家人家 妳的身上很漂亮耶 太反透身 對啊 太反透身 睡覺耶 睡覺的時候 妳一定一個腿要側的 一個腿要直的 這樣妳的雞嘴骨才不會彎掉 妳如果兩個都是彎的話 妳那個姿力點面很好 可是妳看起來 還是有在耍性感耶 沒有啊 妳是裝睡吧 沒有啊 那妳手還知道要這樣 因為 抱枕頭啊 這樣子啊 謝謝 來 幫我們開門的這位 就是劉一星的媽媽囉 被媽媽出賣囉 劉一星我說啊 妳自己只能認囉 聽媽媽說啊 劉一星拍戲拍到早上四五點 才回家 一定非常累的吧 難怪眩得這麼的熟 完全沒有發現咱們在拍呢 劉一星旁邊這個男生手臂的抱枕 似乎已經透露他 還多麼渴望有一個 願意抱他入眠的男生 哎呀 我說劉一星啊 加油吧 已經可以找到好的男人了 妳平常睡覺怎麼賣脾氣 時間到了才能叫他 對 會翻臉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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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起床氣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驗證看看 劉一星到底會不會有起床氣呢 起來了 那個 我剛剛電話響喔 剛剛還有電話響 看來劉一星還要睡不飽 但目前沒有起床氣 只是會有一點大小眼而已 找你 有朋友來找你 看來劉一星認真工作到天亮 沒有起床氣的份上 我們還是讓他去補眠吧 好恐怖喔 那邊澳遊喔 我真的會講一做恐怖的事情嗎 他並不知道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你 不知道喔 我的臉好 竟然 我們特地從瑤瑤的姐姐那邊 拿到房間的備份鑰匙 終於可以一探瑤瑤睡覺的樣子囉 哇 好白的腿喔 呃 不是 那是好多的抱枕啊 看來瑤瑤似乎已經單身許久 只有抱枕可以陪伴了 哎呦 床上竟然還擺著一件性感的保溫睡衣 這是令人好奇瑤瑤是什麼時候換上她呢 在床樓旁邊的桌子上面 竟然還擺著沒喝完的飲料 還有吃一半的餅乾 看來不改改習慣的話 可能只能繼續抱抱枕囉 看著瑤瑤修長的妹腿 還有手碎的臉龐 就是令人忍不入想要把她搖起床 搖 搖搖妳起床的樣子 未免太驚人了吧 誰啊 你們怎麼進來啊 妳姐跟我們要死的啊 我們要做一個那個睡相的單元 怎麼死了 媽媽 好可愛喔 怎麼有病啊 看來瑤瑤好像不是很開心 咱們才會三十六季 來走圍上車 好可愛喔 快一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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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嚇到哭了啦 妳真的不像房主名了 妳像成文大哥成文 好醜 妳知道嗎 是第一次看到這畫面是不是 不是 我第一次看 因為我以前黑色會的時候 沒拍過 很醜了 妳不是知道嗎 因為她那個你知道 因為我房間就是 就算是白天也是很暗的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 其實影音感到一點光 妳知道嗎 但是就是因為 她搖我起來的時候 就是一張她眼睛 就是眼睛還沒有習慣 然後她就這樣 什麼東西 真的耶 所以妳並不是素顏的問題 是妳的表情的問題 對 表情的問題 重點是那個光被... 人家被那個光照到 都是那種表情啊 是很亮耶 對 她聲音還沒開就是芽芽的 好猙獰喔 是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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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妳... 芽芽妳太不專業啦 就是... 也不是起碼應該要下風 立刻反應過來說這是... 妳可以問我...不要問我中國人 妳可以問我... 不要問我中國人 這只有... 對不起啊 這突然看的話還看不出來 這是誰耶 對 大家都可以說醜啊 其實很可愛啦 對啊 那個頭髮就這樣子 對啊 尤其有類的好孩子 妳就是... 妳就是頭髮比較亂的那一型耶 對... 所以根本不是妳擔心那什麼 頭髮包起來那件事啊 是有頭髮掉下來 對 然後就是... 就洗洗掉你知道嗎